哈喽,大家好,我是见仁说人话的见仁哥 今天来看《NLP之父,三天改变你的一生》这本书 许多人在生命当中遭遇了困难 是因为他们思考的角度让自己得不到美好的人生 所以只要表现得好像你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 你就能够掌握人生 乔正在阅读一份传单 这句话吸引了他的注意 他一边思考这些句子的含义 一边把传单放回桌上准备睡觉 他整天都在等待这一刻 因为今天在办公室里忙来忙去 已经让他气力放进 乔虽然很累 可是他还是迟迟无法入睡 医生告诉他说 压力是他出现睡眠障碍的主要原因 乔是一家大公司的经理 他曾经很快乐 但他现在非常讨厌自己的工作 也不喜欢自己的老板 而他因为缺钱所以不敢换工作 因为压力他又开始抽烟 而且体重直线上升 他的女朋友此时也离开了他 乔觉得这是他人生最悲惨的时刻 他常常问自己 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差 他的妹妹告诉他 你老是想着 为什么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如专注在解决你的问题上 因为在人生当中 你寻求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 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问题上 你找到的都是问题 如果你寻求的是解决办法 你就会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他推荐乔去参加 理查·班德勒的NLP课程 理查·班德勒是NLP的创办人之一 被誉为心灵成长界的爱因斯坦 许多人认为 班德勒是自我转变的大师 他的学生有很多都是治疗师 他们都使用班德勒教授的NLP 来治疗他们的病人 我们都知道生命当中会有好事发生 也会发生坏事 而我们不可能控制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们可以掌握自己处理的方式 NLP就是在研究 人们应该如何改变 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人生 也因为NLP非常的有效 所以在全球各地掀起了学习的热潮 学习过这套技术的人超过数百万 包括许多名人 奥运金牌的选手 还有亿万富翁 乔就是参加了理查·班德勒的三日工作坊 在班德勒的带领之下 他学习了NLP 也运用了NLP改变了自己 以下我们就来介绍 他这三天学习到哪些NLP的技巧 第一天如何改变负面思维 有些人觉得自己被过去困住了 他们其实不是真的被困住 而是养成了坏习惯 不断地去感受那些不好的感觉 许多人都碰过不好的事 但他们不是庆幸坏事现在没有发生 而是在脑海里一直重复发生过的坏事 等于让过去回了现在 班德勒说 之所以有人会把自己的人生弄得很糟糕 是因为他们被人生及苦难 这种信念束缚住了 他们忘了生命的重点 不是在回忆不愉快地过去 而是应该要向前走 让人生变得更有趣 我们先要了解大脑运作的方式 人是经由五官来得到外界讯息的 所以会有五种呈现资讯的内在方法 这些方法是我们会制造画面 会对自己说话 体验不同的感受 还有用味觉和嗅觉来认识这个世界 而这些方法决定了我们的感受与行为 反映出我们习惯的思考模式 如果想要更有效率的行动 就必须学会改变自己原本习惯的思考模式 举例来说 如果我现在问你 你的车停在什么地方 你就会在心里创造起一个相对应的路线图 如果问你昨天做了什么 你就会在脑海当中产生一些图像或声音 我们都会在心里创造这些图像 却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正在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先意识到有这些图像 才能有所改变 一旦了解想法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就有能力去改变它 现在请你想一位让你很不舒服的人 你会在心里形成一个画面 请注意这个画面的各项特质 它是大还是小 它是黑白或是彩色 有没有任何的声音 接下来请你想着那个令你很不舒服的人 然后请你仔细看着脑海当中的这个画面 如果是彩色的 你就把它变成黑白 然后把画面缩到很小很小 最后把它移到很远的地方去 注意一下你自己现在的感觉 是不是会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反过来说 你也可以想象自己喜欢的事物 把画面变得更大 更亮 更近 感觉就会变得更强烈 由此可知 每当你想到某件事情的时候 内心就会出现它的画面 或是像看电影一样 播放它相关的影像和声音 所以要如何改变负面思维的秘诀就是 你可以把感觉不好的画面缩小变成黑白 然后把它移到远方丢掉 接着你再把愉快的画面放大变亮 让画面变得更生动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是在训练自己的大脑 强化美好 削弱不好 善加利用这种技巧 你就能够快速地改变你负面的思维 第二天如何改变限制性信念 大家小的时候 有没有曾经被说过 你没有音乐天分 有没有人曾经说过 你没有艺术天分呢 大家会不会很好奇 对方是怎么知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天分的 班德勒说他小的时候 老师叫他画一棵树 画好之后 老师告诉他说 你画得真的太糟糕了 你完全没有艺术的天分 结果之后的三十年 班德勒从来没有拿过画笔 因为他相信老师所说的话 有一天 他的太太带了颜料跟画笔回家 跟他说 我们一起来画画吧 他回答说 可是我没有艺术天分耶 他的太太对他这种说法 嗤之以鼻 因为这样反而激起了他想要挑战的欲望 所以他到伦敦去找了一位很有天分的画家 问他是怎么画出那些画的 画家说他只是想着要画的东西 然后想象他在纸上的样子 反复想了几遍之后 他就能够清楚看见这些东西悦然纸上 然后他只要照着之前的想象 就能够画出他看见的东西 班德勒也开始练习这样的技巧 结果他发现自己学会了画画 而且画得还不错 所以如果我们从别人那里 听到许多你不行的限制 就勇敢去怀疑他吧 说不定可以就此改变 乔说他自己不是那种 可以在大众面前演讲的人 上台会非常的紧张 所以他想要改变这件事情 班德勒就问他 很久以前你根本就不会走路 可是后来你怎么学会走路的 很久以前你不会说话 但后来你也学会了说话不是吗 那你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可能 学会上台演讲呢 乔当然无法反驳这样的逻辑 所以班德勒跟他说 因为你的信念造就了现在的你 虽然你以前认为自己是不善于演讲的 但是你只要现在改变信念 你就能够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他请乔想象自己是一个 害怕在大众面前说话的人 想象的时候 留意画面是在脑海里的哪个位置 乔说是在他前面偏左的位置 好了之后 他再请乔想象自己 在众人面前完全放松 充满自信的样子 看一下新的画面 是不是跟前面的旧画面不太一样 乔说新的画面是在他的右边 而且看起来比较远 接下来的步骤是 把旧的画面丢到远方 而且快速地将充满自信的新画面 放在原本旧画面的位置 班德勒要求他快速地做五遍 神奇的是 几次之后 乔开始觉得自己有办法 在大家面前好好说话 甚至可以想象自己在台上演讲 也看到了自己演讲很顺利的画面 后来乔在台上及其演讲了一段 很从容也很有自信 获得现场如雷的掌声 让他对上台演讲更具有信心 总之你的信念可以困住你 也可以给你自由 如果你可以掌控自己的信念 你就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 多数成功又快乐的人 都是让自己保持许多正面的信念 你可以用刚才的方法 改变你的限制性信念 让你的信念朝向正向积极 你就能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 第三天如何创造自己想要的人生 一旦你学会掌控自己的想法 改变限制性信念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要如何让你的目标或梦想成真 有两个问题可以帮助你设定有效的目标 第一是你想要什么 第二是你如何知道自己达成的目标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让目标变得更具体 你想要什么 与其说我想要甩掉肥肉 倒不如说我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 与其说我想要摆脱债务 倒不如说我想要好好付清每个月的账单 另外有多余的钱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让自己变得更快乐 设定目标的时候要正向明确 你告诉自己的大脑你想要某样东西 大脑就会专注在那样东西上面 当你想要买某款新车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注意 街上有很多相同款式的车 因为大脑会留意你正在寻找的东西 那你要如何知道你达成的目标呢 你可以问自己 当你达到目标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感觉到什么 或是跟谁在一起 这样的问题对达成目标很有帮助 因为想象逼真 梦想容易成真 如果你已经有了目标 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下一步就是开始去做前往目的地需要做的事了 而NLP发现我们问自己什么样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做法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快腻死了 你会花时间问自己为什么会腻水吗 当然不会 你一定会问自己 我应该要如何做才能离开水面到达安全的地方 所以要创造美好的人生 我们需要问自己 要多做点什么 少做点什么 停止做什么 开始做什么 才能达到我的目标 把答案写下来 并且化为具体的行动 你就会发现你的目标很容易做到 NLP之父《三天改变你的一生》这本书 帮助我们有效地运用我们自己的大脑 一旦你可以自由地改变你的思考模式 你就可以自由规划你想要的人生 你的人生就会更加快乐 你的世界就会更加宽广 最后祝福大家都可以运用这本书的方法 做出一些改变 如果大家有改变 哪怕只是一点点 记得都在下方留言跟健人哥分享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我是健人哥 我们下次见